不是我沒錢,是國家的錢我不會貪,那叫做貸貸 所以不是我們沒錢感情,是因為我已經嫁人了 所以我不會再去愛白的女婦,那叫做貸貸 不是說沒愛情 他希望他老公很愛他,但是他不會去外面找 所以在這點,希望各位 你在想你的內心的狀況,你要去分析 尤其我們菩薩道,我們是在想自閉心,想菩提心 那你的心態有符合這個嗎? 有符合這個嗎? 你不能說,哎呀,女人針海底針,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雖然外表出家,你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那這樣就不好 好,所以,你是說人不知道喔? 連一個夢魂都知道 鬼落他心頭 何況託地公 何況佛法神 那你這種心態呢,造出來 那就是規模的來找你了 不然你在修行,修菩薩改 喔,你又在想什麼 他就找你了,你就中模了 那你如果見笑心,就關心參會 放下屠刀,立即成會 你如果沒有見笑,魔就把你欺負 你就變魔鏡,魔孫 跟死亡都不知道你做不到事情 好像有很多 所以修行人,你跟他乖錢啊,你跟他撥騙色啊 不分哪一個宗教都有啦 也變成魔子魔孫啊 而且還會越來越兇 越來越得力量 好像,欸,這種人要死,要打扁人家 沒有,那身心如何 因為魔子魔孫,你給他控制啊 看起來,現在很痴癢啊 但是後輩很痛苦啊 把你抓去啊 只要讓你吃毒,讓你吃毒,讓你盡快撥 你後輩你就沒辦法改了 好,那各位 可以 簡單 開槓開槓 我們現在趕快來做焉供 還是 遮毒 是心的遮毒 用類心 遮毒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軍人的旗子啦 讓他們匯籍 再帶他們來,馬上那種旗子好不好 叫做金凡 因為軍人 以前的阿彬哥都要看他 呼呼呼呼 這樣 就要衝啊 不然這個 我們過去做阿彬哥那時候說 這個國徽有辦法降魔 整個都把它放下去就好 他唯一相信的就是這個軍徽 或是軍旗 衝啊 所以我們有夠叫做隱魂旗 往生淨土的金凡 這邊有幾個問題 給我很快回答一下 你們拿下這一本 寶貴讀送本 他說 他在家裡的拜龍鳳保禪跟一般的混合 但最近越念 事情越不順 還要念我很煩 會怎樣 好嗎 重點是有業種 那是 動機有政客嗎 再來 所在 所在的隱魂 時間有幾種目 啊 你要去閉關 也要找一個好所在 出一個好隱魂 這些你要去了解一下 我認為 我認為煩惱 是我們開悟最好的助緣 從你現在覺得諸事不順 有煩惱 我們去請教善之士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問我出來 所以有的事 愛問出去 有的事 愛問打坐的法師 所以各位碰到煩惱 是一種最好突破自我最好的方法 那你千萬不要怕煩惱 沒有痛苦 怎麼會開悟呢 沒有痛苦就不可能有人成佛 那這些諸事不順 那是來自我們的心態 業力 因緣 那你要去分析 去找出來 這不就是 自我突破的過程 那今天 大家 付辭 瑟拉切 給你錢比較多 為什麼錢比較多 有人出錢 給你當中 七萬 九千五十塊 是怎樣 因為我們 戰嚴法師就出五萬八千塊 細目如下 共計 還出四廟 一萬一千四百塊 中小學九千六百五十元 這樣嗎 這張 別人都沒有出錢嗎 這張誰的 這張誰的 要做伙計 要怎麼做呢 多一個零 減一個零 很出名 那天在混淆 三台 魚車萬五千塊 我都走出去看 怎麼還燒 結果 沒什麼就魚錢 那是車子 所以他要 想拿給你看 你也要看看 這樣有進步 對嗎 對嗎 我們這個時候 台北新店 大名獎堂 隨喜良皇寶燦大法會功德 呃 我叫他去澳洲 可能不回來 我都準備了 我特別出去 都移屬都很好 現在他們也把他拚起來 拍拍拍 還不死 所以我建範 我們老母在世 我如果要出去 一定卡丁的 給他 說一說 我好像不服 對不對 因為要養成習慣 那回來說 哇 還回來了 還回來了 但是我有那個習慣 所以我走到什麼地方 因為我這個習慣 我也覺得很好 我們祖父說 欸 睡覺就要當作死了 不要把名材還拚起來 我們不能再去想事情 那已經死了 死了 不要再去嫁到那件事 因為你睡著就是死了 這樣 名材 是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各位這很了不起 來 念一下 過去心不可得 我們就是這樣 你今天是怎樣的嫁公子 帶我 你還活在上輩子的記憶 哇 喔 這是我 還是 丁世人 你老母你在愛 丁世人 你老婆你在愛 丁世人 你老婆 你老婆 沒辦法 因為你活在那個感受的記憶上面 感覺 有緣耶 有緣耶 這樣啊 要挑戰 要再說話 多說兩句 怎麼吵 這樣啊 那就是沒有空性 你就活在感受 那各位為了訓練如此 你才訓練 每天都死去 好嗎 本來就是這樣啊 不來 開始練習 三分鐘 不要穿鬼 就這樣就死去 一口氣不來就死去 那你還想那麼多幹嘛 當下即是 努力做 我對孩子就這樣 練一下 專心就是天才 很認真 很專心 做完就耍 這樣啊 不計較得失 練習習慣 這各位 我們家有快樂嗎 對對對 阿伯如果死來吃就好了 先親 因為你 你連這個就放下 你就煩惱什麼 念生死無常 那你你才會念佛法 如果你沒有念生死無常 你永遠沒有念佛法 因為很多人 現在在學會是在救債 救健康 救驚孫 救輸入 當然佛教也祝賓嘛 別讓你救 別讓你養 別讓你養好 別讓你養好 今天都沒有在養 這個要養什麼 我們今天來這裡是講生死 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死了 我們要給他敲打了 其實連死也沒有死 你如果真的死去你還聽我說話 念下來 死心才是蠶絲 要真的死就是那個心不死 無心才是道人 你就起心動念你怎麼會在想到 所以各位要知道 哇 那什麼叫死心 所以我叫他一邊在路邊走 阿叔 阿你是怎麼死心的 你才會出家 我說你這麼死我還沒 對不對 對不對 阿你們出家人不是都看破 我沒有死亂了 我說你講話很難聽 因為說師父你是死人 所以阿你是死什麼心 你才會出家 然後我這樣問他就對了 阿你很老心 沒有要怎麼問你跟我教 我說你是發什麼心出家 這樣 有夠度有夠度 喔 所以 所以 世間人的正雄 他看你怪怪 阿你為什麼頭牌去 為什麼要出家 但是你 我不會怪他 我怎麼借那個機會 跟他開玩笑 跟他講話 我說如果死會去 我就不會到這裡走 這樣 這樣 他就死不去 這個心就痛快死了 這樣 所以 為什麼要死 有生就死 無生就無死 來 唸一下 有生即有滅 無生即無死 所以阿路漢叫做無生 你不要再想湯想湯 你再想湯你就開始生死了 開始痛苦了 一念不生則大悲生 一念不生則波爾生 那是因為你起心動念 為什麼起心動念 因為著相 這個演奴 這個好聊的 這個有民主 這個愛我這個我沒愛 你就很難口 所以要心跟臉會一樣 對不對 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來有阿彌陀佛 我們來清淨煮鼻 來 請大家放開 儀鬼 我們要 升起一個 大悲心 這個眾心 這個眾心 小命都沒有一口 浮浮沉沉 愛恨別離 生老病死 很可憐 有就苦 沒有也苦 這個世界 高位的必定下台 在一起的必定分開 聚集的財產 帶不足 有生無不死 所以 就像這些阿彬哥 就算說 一輩子為國家 真實的而往生 對他來講 他也覺得很無聊 我就為國到死 現在怎麼會這樣 也在痛苦 假設有的話 為什麼 因為沒有找到 真正的皈依處 當然一個女人說 我如果嫁了一個好公子 這輩子我就快樂了 那不是 那是去讓 那是去讓 拔起來 去讓 口高連 那是牛 去讓我爭拼那裡 很痛 所以各位 你不能再每天 跟你女兒女兒說 你要去嫁公子 你女兒女兒 牽著這麼牛 這樣哪給你 所以各位 這個世界 歸人 歸神 歸錢 都是痛苦的 歸愛情 歸名望地位 歸將軍 歸皇帝 都不好 歸上帝 上帝雖然很大升天 但是 將來可能也要輪回 當然 在佛教裡面 不反對人家 先歸 你先到上帝的地方 你先到玉皇大帝的地方 然後呢 佛再來度 可以 至少不要下地獄 那太苦了 做人愛心快樂 所以各位 什麼叫做主比心呢 我告訴你 台灣好好 你心肝好好 你的老母子在打拼 唉唷 聽到心肝好 很痛苦 心情很壞 這樣可以 那代表你有感受 隔壁阿婆在打拼 他就叫吃財 不吃財 打拼 又跟他捏 又跟他捏 喔 你會很殘忍 那你一輩子煮米心就沒有 不然你吃菜吃得那麼久 這樣 用吃菜跟他捏 這樣不行 所以他一定要去 提摩 就是說 喔台灣齁 又十天 一個大帝當 可能要死一半人 喔 不管你在美國 你心肝就痛苦了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是我們家這樣 你煩惱就來了 當然這是一個煩惱 接著才會的煩惱 但是佛教說 你要保持這個煩惱 還是變不接著 唉唷 想到天堂的輪迴 想到地獄的無疾 想到動物 每一隻動物換掉就是 在往堆 在往台 整天走不路 一隻魚生爬 一隻高兄 每天就 一隻爪 為什麼要做獨爪 大家都有空 嚇去 嚇去 他們都在恐怖的狀態 因為很可能 整天在米來米去 晚上才走出來 這樣 你是不是要去吃去 我去荷蘭 就是這樣 那肚子 都米在裡面 那空做到這樣 也要去吃去 那蠔梨很聰明 蠔梨很聰明 晚上才要做 但肚子做 他才要做 所以每一種動物 都有他的敵人 所以他在想 很可憐 還有什麼 就是慈悲觀 你如果沒有去觀 這個 你的主意心 如果沒有去收行 對他都不好 因為你收的 不是大勝負法 是一個 自己的想法 你要得到什麼 有所得 我要得到一個 性質 我要得到一個 安裝 都不行 所以